教點一,簡單邏輯概念 第一點,命題 一個可以判斷對錯的語句,稱為命題或敘述 通常以P表示,與P完全相反的命題稱作否定命題,即為非P 當兩個命題皆正確的時候,那P且Q才會是正確的 當兩個命題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時候,P或Q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在這邊同學需注意,且的時候必須在兩個命題皆正確才會是對的 那或只要有一個命題正確,那或就會是正確的 第二點,若P則Q命題 當前提P與結論Q均成立的時候,稱此命題為正確,即為P則Q 其實我們會稱P是Q的充分條件,而Q是P的必要條件 那在這邊同學可以參考以下的便利貼 如果我們給定X等於2的這個前提 那我們可以推導出X平方等於4這個結論 所以這個命題是正確的 但如果倒過來,給定X平方等於4的這個前提 那我們可以推出X要等於正負2 所以只寫X等於2這個結論是錯的 所以這個命題就會是錯誤的 那針對前面正確的命題來看 我們可以說前提X等於2是結論X平方等於4的充分條件 而結論X平方等於4是前提X等於2的必要條件 縮立 縮立A 判斷以下個題的對錯 第一小題 1大於2或根號5屬於時數是對的命題 那首先我們先來判斷這兩個敘述的對錯 第一個1大於2這個敘述是錯的 那第二個根號5屬於時數這個敘述是對的 那因為這個命題所使用的臨階詞是或 所以只要有一個敘述正確即可 所以第一小題是正確的 第二小題 大華是黑頭髮且黃皮膚的 否定命題為 大華不是黑頭髮且不是黃皮膚 那第二小題 這個是錯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原本的命題 黑頭髮且黃皮膚用的臨階詞是且 所以必須兩個條件均成立 它才會是對的 所以要否定的話 只要其中一個條件不滿足即可 所以第二小題的正確答案應該是要改成 大華不是黑頭髮或不是黃皮膚 第三小題 時數x是正數的否定命題為 時數x是負數 那因為我們知道時數可以分成正數 0還有負數 所以第三小題這個敘述是錯的 應該改成是 時數x為非負的時數 第四小題 正整數n為奇數的否定命題為 正整數n是偶數 那我們因為知道正整數 在分類上來講的話不是奇數就是偶數 所以奇數的否定就是偶數 所以第四個命題這個是對的 交點二 集合符號與運算 第一個集合 由一些明確而且可以見別的個體所組成的群體 這個群體稱作集合 第二點元素 組成集合中的每一個個體稱作這個集合的元素 第三點集合表示法 表示法有以下兩種 第一個是列舉法 將A集合中的所有元素一一列舉出來 這個表示法稱作列舉法 第二描述法 將A集合中的所有元素需要滿足的特徵 描述出來 這個表示法稱作描述法 第四點 常用符號 第一 如果要表示集合A中的元素 個數 我們可以N括號A或是以絕對值A表示 第二 若集合A中有一個元素A 則集合A與元素A的關係 可以以元素A屬於集合A來表示 第三 若集合B中的元素均在集合A中 則集合A與集合B的關係 可以表示為B包含於A 在這邊的符號表示法 同學須注意 如果是元素對集合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屬於 如果是集合對集合的時候 會使用包含於 接著看以下便利貼 給定一個集合A 集合A中有1234 這四個元素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 第一 A集合的元素個數有四個 第二 元素A會屬於集合A 第三 如果有一個集合 裡面有元素A 則我們會說 這個集合是包含於集合A的 第五點 各種集合名稱 第一 指集合 又稱作部分集合 如果一個集合中的部分元素 所稱的集合 會稱作是元集合的一個子集合 第二 空集合 當集合內沒有任何元素的時候 會稱這個集合為空集合 並且我們定義 空集合會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第三 語集 在討論範圍中的所有元素 所稱的集合 會稱作語集 接著看以下便利貼 給定A集合中有1234這四個元素 則 如果給定一個集合中有12這兩個元素 那我們會稱這個集合會包含於A 所以這個集合可以稱作是A的一個子集合 那第二 空集合也會包含於A 所以空集合可以稱作是A的一個子集合 第三 A集合本身也會包含於A 所以A集合本身也稱作是A的一個子集合 第六 集合的運算 第一 交集 我們取A與B兩個集合的共同元素所成的集合 會稱作是A與B的交集 會計為A交集B 以文式圖來看的話 我們會取A跟B兩個集合重疊的部分 也就是鋪設這個區域 會稱作是A交集B 第二 連集 我們取A跟B兩個集合的所有元素所成的集合 會稱作是A與B的連集 那計為A連集B 所以以文式圖來看 我們取A跟B 兩個圖形中的所有元素所成的集合 會稱作是A連集B 第三 插集 在A集合中 但不在B集合中的元素 所成的集合 我們會稱作是A對B的插集 那會計為是A插集B 所以在文式圖中 我們會取A集合內的範圍 但是要取B集合外的範圍 也就是左邊這個鋪設區域 會計為是A插集B 第四 補集 又稱為余集 在語集內 但是不在集合A內的所有元素 所成的集合 我們會稱作是A的補集 會計為是A' 那在符號上來講 除了用A'之外 常見的表示法 還可以寫成是A吧 那以文式圖來看的話 就是取 在語集之內 但是在A集合之外的範圍 會稱作是A的補集 第五點 迪摩根定律 這邊有兩個常見的運算規則 第一個是A連擊B的否定 可以計為A的否定 交集B的否定 那以文式圖來看的話 A連擊B 就是這個範圍 那A連擊B的否定 就是外面鋪設這個區域 所以外面這個鋪設區域 我們可以把它稱作是 在A的集合之外 而且同時也在B的集合之外 所以可以計為是A的否定 交集B的否定 第二個 A交集B的否定 可以計為是A的否定 連擊B的否定 那一樣以文式圖來看的話 A交集B是中間 A跟B重疊的部分 那A交集B的否定 就是剩下外面鋪設的區域 所以外面的鋪設區域 我們可以計為是 在A集合之外 或者是在B集合之外的範圍 所以可以計為是 A的否定 連擊B的否定 第六點 取捨原理 這邊一樣 我們先舉兩個 常見的公式 第一個是使用到 兩個集合的連擊 在這邊我們可以計為 A連擊B 可以表示為 A加B 然後減掉A且B 那第二個是 ABC的連擊 可以計為是 A加B加C 減掉A且B 減掉B且C 減掉A且C 最後再加回 A且B且C 縮立 縮立A 題目給定語集 A集合與B集合 要寫出下列的各個集合 第一個要寫的是 A' 也就是我們要取 語集中的元素 但是要扣除 A集合中的元素 所以會有67890 第二 A交集B 要取的是 A與B兩個集合 共同的元素 所以會有135 第三 A連擊B 要取A跟B 兩個集合中的所有元素 所以會有12345 以及79 第四個 AX級B 我們要取A集合中的元素 但是要扣除 A交集B的元素 所以會將12345這五個元素 然後扣掉135 所以最後剩下2跟4 這兩個元素 第五 A' 交集B' 我們要取A集合之外的元素 就是剛剛第一小題的答案 有67890 以及B集合之外的元素 也就是24680 這五個元素 那我們要取剛剛所講兩個集合 共同的元素 所以會有680 範例一 某班集有42位學生 段考 英文及格的人數為33人 英文及格 但是數學不及格的人數為10人 現在假設 數學及格 但英文不及格的人數有X人 英文跟數學兩顆皆不及格的人數有Y人 要問一下的選項哪些是正確的 首先我們可以按照題目給定條件來畫文式圖 我們另一代表是英文及格的人所稱的集合 M為數學及格的人所稱的集合 那按照題目給定的條件 英文及格數學不及格人數有10人 所以這個部分會有10人 那因為英文及格人數有33人 所以我們可以推得 兩顆都及格人數在中間這邊會有23人 那接著題目假設 數學及格英文不及格人數有X個 所以右邊這個範圍是X人 那兩顆都不及格人數有Y人 所以最後外面這邊是Y人 那接著我們來推論下面的選項 第一個選項 我們可以以班級總人數來推估 我們將集合中各個部分的人數加總起來 會等於總人數 所以可以推得X加Y等於9 那B選項 兩顆中至少有一顆不及格人數 我們可以用反扣的 可以拿全班人數 然後扣掉兩顆都及格人數 所以會拿42 那扣掉中間都及格人數有23人 所以可以推得 至少一顆不及格人數會有19人 那C選項 從圖形中我們可以推得 數學及格人數 我們可以表示為X加23 那珠選項 我們可以由C選項可以得到 假設X等於0的時候 這個時候數學及格人數是最少的 那這時候人數為23人 最後E選項 數學及格人數最多有幾人 從文字圖中我們可以知道 數學不及格人數 有這邊這10個人 以及外面這邊Y個人 所以如果我們假定Y等於0的時候 這個時候數學及格人數 就可以是全班人數 然後扣掉數學不及格這10個人 所以可以得到32人 那E選項另外的同學可以採用 在A選項中我們知道X加Y等於9 在C選項中我們知道數學及格人數 可以表示為X加23 所以如果要取X最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令Y等於0 這個時候X會等於9 那數學及格人數最大值 就可以寫成是9加23 一樣會等於32